哈喽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巴黎啊 今天我要给大家录的一期呢 是我的春夏季 就是目前的一些购物分享 算了recent shopping haul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先从包包开始说吧 其实这只包呢 我有在vlog里录过它的开箱 今天呢我就正式的 跟大家详细的 再介绍一下它 当当就是这只香奈儿 有看我vlog的朋友 前三支视频之前 应该有看到过它 我有拆 就是那一天特别困 然后把它拆箱了 这个包算是我三月份买到的 我一直都没有背 因为这是我打算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也同时最近没有找到什么场合 可以去背它 所以说呢就在这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 然后听说CF最近 好像要涨价的样子 这盒子里就是当时的一些 嗯 丝带啦 发票之类的 好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支CF的小羊皮银扣 这个是小号 我把它调成了 这样子就可以 就是腋下包 它其实是有根脸条的 嗯 它还挺长的 我给大家上身看一下 长度是到我屁股旁边 这个包就是可正式 可休闲 当时我是想买小鸡黄的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嗯 我的衣服配色 可能银色的会用到的更多一点 毕竟这个包也不便宜 对吧 也不能就是说 肯定是要长长久久的背它 小香呢 有人喜欢牛皮的 有人喜欢羊皮的 嗯 牛皮的荔枝纹是比较经典的 但我个人来说 我更喜欢细腻一点的羊皮 嗯 而且这个银色的包 它其实说是羊皮 但是它是做的那种镭射羊皮 所以不像普通羊皮 很容易刮花 它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你看它这里有亮闪闪的这种 这是我这期开箱里面 最贵的一样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说 另外一个包 找这个样子 它也是银色的 就最近疯狂吃米银色的东西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是有一个月亮的标 这个是 这个特别便宜 这个包是88块钱 嗯 里面还有一根长链条 它这个短链条 也是一开始在包里面的 刚开始就只有一个裸包 然后这两个链条 都放在这个包里 看你是想用哪一种长度 比如说你想出去 可能单拎 就淑女风跟 明媛一边 那你就可以跨在这里 发在这个肩膀上面 就这样子 这个包挺能装的 嗯 一般日用品都可以装进去 因为它很深 这里还有做一些裂缝的 这些裂纹的细节 就88块钱 真的很值得 夏天拎这种小包出门 就很凉快 补一个包哦 嗯 这个爆纹的包 是上一次我出去吃饭 看到我朋友把它用来装电脑 我当时就说 哇 爆纹不是我的爱吗 我就说贵不贵啊 不贵的话链接发给我 因为我有一个爆纹的帆布包了 然后我就想着 这个图案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看完价格我就心动了 29块钱还包油 并且非常的简约 它这个材料就是 嗯 感觉蛮透气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帆布袋 我说的不实实在在 不是说它料子不好 我就是说它很透气 摸上去很滑 但它这个包体 可能是因为这个料子的原因 所以自身可能偏软 就不会特别定型 所以你得放重物进去 可能它才会定型 就这样有点软塌塌的 看 然后配了两根这个黑色的细绳 这包人怎样能装 我要是去读书或者什么装电脑 我就大盘用这个装资料 真的太晚味 爆纹永远的神 下面说一点帽子 这个呢 是我之前 我之前种草的一个牌子 我不记得 是有一个有点像 欧姆定律的符号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品牌logo 那个帽子呢 它是松紧戴的 我正好去阿那亚旅游的时候 一家买手店卖那家帽子 我试了一下 就是头上的头发 整个会砰冲起来 就不像这个帽子 它是这样直接扎进去 你看它就是固定的 侧面固定的非常的好 然后前面它有这样一个修饰脸型的效果 就会把你的脸 就是修饰的非常的V 因为我的脸型不属于小脸的那一种 就比较宽 它就会在视觉上给你一个收的效果 然后它侧面也会特别的蓬 这边固定的也特别的好 只不过可能吃东西就是 这样嚼的时候就跟戴头部一样有点难受 就有可休闲可时尚的一顶帽子 不论你多大的头围都可以戴上去 我的头围算是比较大的那种 戴着一顶帽子就完全可以 它这个好像是军马的M 夏天一顶帽子是必须的 我之前是不涂 我之前是涂防晒 但是我不喜欢就是撑伞戴帽子戴墨镜 等到了近几年吧 我就开始觉得好像戴一顶帽子也还行 只要不闷我的头顶 就戴这一种我还能接受 戴那种就是闷住头顶的我还是接受不了 撑伞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防晒是我日日都会涂的 不论是出太阳下雪下雨 我都会涂防晒 防晒真的很重要朋友们 下面再说一个手机壳 这个是我最新购入的一个手机壳 赤巨资 因为我觉得一个手机壳 如果超过了68 我就会觉得它很贵 它这个手机壳跟这个番茄是分开来的 但是是同一家店铺 我也不知道我中了什么鞋 非要去买这个手机壳 以至于我现在看电视剧 我都得把手机壳拆了 再放到那个家里的支架上面 那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话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一般会把番茄拉开来 这样的话在手里面形成一个支架 就手机不容易摔下去 同时看电视剧 如果你出去没有支架的话 它就可以这样直接立起来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花纹很复古嘛 所以当时我就购入了 到时候会把店铺放在这里 如果有种草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 他们家还有一些贝果啊 然后还有桃子啊 各种图案 貌似是 然后这个格子盘 它还有紫色绿色 好像还有黑色 对 它这两个是分开来卖的 下面说咖啡吧 我是从三个月前开始 就是每一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我是觉得咖啡是件可有可无的东西 对我来说 我就是觉得可能出去玩啊 可能跟朋友去店里坐一坐 那我就会点一杯咖啡 但是我不会就是起来就有喝咖啡的习惯 但是近三个月 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习惯 早上才必须喝一杯冰咖啡 我才会醒过来 也不知道醒过来就是更提神吧 但是呢就是出去 你想订咖啡 然后等 出去买都很费时间 所以在家里自己买好牛奶 买一个咖啡原液 自己冲一冲 如果你想我还需要再喝的话 就可以再买嘛 就因为一天 其实订咖啡成本也是很高的 所以呢我就购入了几种咖啡原液 我刚开始喝的呢是这个 Blendy的无糖 我一直都喝的是无糖 拿这个兑牛奶 我觉得就是在我心里吧 它现在排名是top one 就是我很喜欢的咖啡的味道 我这一次买的两包八粒的 我之前有买32粒一包的 但是那一家店 不知道为什么说是受空了 我就觉得嗯 然后我就重新找了一家店 后来我有买永浦的咖啡原液 就是永浦那个无糖不成火嘛 它那个价格着实有点高哈 然后它那一粒 看上去是挺长的 但倒出来可能是跟Blendy的一小颗是一样的 并且它一盒里面我记得是只有六个还是八个 售价是六十七还是多少 我不大记得了 反正一个均价还蛮贵的 三顿半的那个最近的什么巡油计划不是很火吗 就是说你可以囤着这些小罐子 然后去换一些什么东西 我是看案的视频啊 具体的操作我也没有操作过 因为苏州好像没有这个三顿半的巡回计划的这个站点 但是呢我之前是有喝过三顿半家的咖啡的 在长沙喝过 我觉得当时我喝的咖啡还可以吧 然后那一天我拆了一小粒 它这个是经典的三种拼的 有灰色的红色的跟黑色的 它寄过来的时候呢 它寄过来的时候都是顺风 这就服务非常的好 它这个咖啡里面会有这种一种小册子 会告诉你我们几号色是什么味道 什么香型 那一天我拿了一个这个黑色的葱 我看它这个里面是粉末 但是直接倒到就是常温水里面 它是可以完全化的开了 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当时就倒了一点矿泉水后 搅拔搅拔它就散开了 也没有一点点粉末的残留在底下 葱牛奶刚刚好 怎么说就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浓 就是咖啡味不是特别的浓 因为它里面还有拌着其他的香气 所以我个人来说 我可能会更喜欢偏苦涩一点的blendy 三顿半的话 就是我的blendy喝完过后 我把它喝完 但是我是不会再回购它了 如果我有冒犯到各位的喜好的话 请谅解我 这是我就是自己的口味来说 我更喜欢blendy 然后它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说完包 说完帽子 说完喝的 我们来说一说配饰 最近入了一根这个腰链 它这个 什么 淘宝哪一家店来着 它这个装饰我觉得特别的复古 然后也非常简约 但是它是不可以 调节 那个松紧度的 它这里只有一个扣 就看到了吗 这只有一个扣 所以你把它扣上就结束了 它是不可以调节的 这根链子对于我的腰来说 它就是刚刚好卡住了我的腰 就起到了装饰 也起到了修身的效果 因为有一些裙子 它是一字长裙 它是没有做腰身的 那我是离形身材 我就比较喜欢显腰身的衣服 那我就会加一个这个链条 帮助我去修饰我的身材 同时也起到了装饰性的作用 对它也是银色的 我最近疯狂入银色的坑 我到时候把那个淘宝店名放在这里 然后把那个卖家秀也放在这里 它卖家秀拍的非常的好 说完链条 说几件衣服吧 先说一条裙子 是这样子花纹的一条长裙 它是从衣Timeless家的 我买的是蓝色的花纹 我有去阿娜亚的时候穿这条裙子 到时候我也会把我的上身图放在这里 这条裙子我买的是M号 刚刚好对于我来说不大不小 它这个胸这里也遮挡的非常的好 不会说特别露 它还有其他颜色 它有一条白的 好像还有一条绿色的 是川岩家的 这样子的抹胸 我也有上身图 到时候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 它就是这样短短的 就是直接围在这里 然后背后拉起来就可以 你也可以一个人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拉好了 直接套到身上 他们家的码是偏大的 我买的是S码 还稍稍 就是可能刚刚好吧 如果我再瘦一点的话 可能会掉一点点 但也不至于全掉完 就是这个码数 你要买比平时买衣服的小一码 对 我觉得我应该买XS的 刚刚好就是勒的稍微紧一点 我现在我这件是S的 最后一件衣服 是我在买手店买的 这一条是 Allywood的半裙 黑色的半裙 看后马 它这个裙子就是做了很多层 就比较重工的那种裙子 也比较暗黑风 但是搭我平时的休闲的上衣 也是可以穿的 所以当时我就入了这条裙子 在这家买手店里我还入了一瓶香水 YES我又买香水了 我真的不能再买了 就是根本就不用 但是你就是疯狂的想买 然后香水盒子 我想拍两个月了 至今没有拍 OK我换好电池了 那个香水盒子 我真的是 我不能再拖了 六月底 我一定要拍 拍成 主要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拍 因为它的形容的话术 你说在网上都能搜到 然后我也不是专业品香的人 所以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 我的香水合集 算了 这都是后话 对 然后跟这件衣服一起买的 还买了一瓶香水 它是山本药司家的 买了这个山本药司的沙龙香 它就是开盖的时候会有 它开盖的时候会有 砰的一声 这只香水的味道就是 森林里下过雨后的味道 非常的清爽 还伴着木头的香味 就是我喜欢的木吊香 非常沉稳 又带着一股不仙气的那种味道 它这个系列呢 是还有配一只皮套 上面有写山本药司的这个名字 这一只就看上去非常高级 其实它才300多块钱 对 就不是特别贵吧 在我买的以往的香水里面 但是它的毫升也非常的少 它只有8毫升 但我现在香水都尽量 往小毫升去买 作为一种收藏嘛 就不需要买那么大 其实根本就用不完 所以8毫升对我来说 就是刚刚好 吃完香水 我们来说一说护肤品吧 上个月我朋友生日的时候 我去专柜给他挑一只礼物嘛 我自己补了一只洗面奶 就是这个 就是山茶花的那个洗面奶 应该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用的这只 马上就用完了 它就拆开了 就长这样子 大家应该在朋友圈或者是代购的那个图里面看到过很多次 这一只经常断货 断货 因为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但是它在国内专柜卖的还是挺贵的 我当时在温哥华买的时候记得是50加币的样子 加完税 所以平均换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250多到300之间 但在中国这一只要卖到400多以上 所以就是这个溢价还是蛮严重的 但这一只的话就是适合干皮去用 也不会产生什么过敏的反应啊之类的 我之前有用过Lamere的那一只 那一只就是味道真的蛮好闻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效果没有什么太显著的变化 所以那一只而且价格又很贵 我就在想还不如用回chanel的这一只洗面奶 对就大家看各自的需求吧 这一只就是性价比很高 然后可以用很久 我平时如果涂防晒的话 我是不用这个卸的 我用的是Philosophy的那个三合一 这个的话就比如说是我一天可能躺在家里 我晚上可能想用洗面袋洗个脸 那我就会用这个 所以我用这个的频率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一年的话可能也就用掉一只半 可能一只的样子 护肤品说完了 我们就说一说彩妆 这一代是我近期买的一些彩妆 有口红 有气垫 还有腮红 先从同一品牌的口红开始说 Addiction Tokyo 这是两只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牌子 是唇釉 比较涂上去蛮润的 然后过一会儿会干掉的那种类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日系的口红涂上去就是显色度不是那么的高 它长这样子 我买了一只枫叶色就是日系杂志女神他们就会涂的那种颜色 还买了一只深红色深红掉的 我买了这两只 然后我买了五只intu的口红 前一阶段73块钱两只的时候买的 我买了一只em05女主角 还有女主角em08 这个系列是不是都叫女主角 然后女主角系列的em03 还有一只 还有em10和em09 520那一天小乐同学给我买了一只口红 然后还有一个气垫 等会儿给大家看 这个是nars的就是空气唇釉的系列 我最想买的那个是thrust 我忘记了 我最想买的那一只蜜桃乌龙色断货了 我就挑了一只这个pin up 它手上的试色跟嘴上涂上去的着实有点不一样 它手上试色的时候是那种红砖色 涂到嘴上的时候是那种韩剧少女风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口红我就只能拿来别图 到时候我这五七八只 八只口红有空的话 我就会拍一只口红湿色放在这边 到时候这个视频发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我的口红湿色有没有拍完 如果没有拍完 我放的就是产品图 如果我弄完了 那我就会发我自己上上嘴的效果 还买了一块腮红 这个LA girl特别火 我入了一块482 叫Just a Bear 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个 但是我涂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在鼻头上也涂了一点 它就是这种奶奶的蜜糖乌龙有一点 上脸就是特别温柔的感觉 就是我脸上这个稍微涂了一点的这种感觉 小的同学520那天给我买另一个礼物 阿玛尼的蓝气垫 蓝气垫我有看 抖音上面有一个人分享 就是说这是它气垫的红绑 特别适合干皮 冲着这块颜值我就把它买了 它是按着 这样子 下面是这个白色的 我就不拆开给大家看了 我可能会拍一个什么 get ready with me 或者说是测评这个气垫 然后到时候大家就看一看 我会把我买的彩妆类的产品 就一起在那个视频里面录了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所以就先给大家薄薄眼符这个蓝气垫 颜值真的爆高 然后再来是NARS也是NARS NARS的气垫 它那个黑色的粉饼最近很多人推 买不到 就国内全部断货 后来我又看了测评 对比了很多 我后来还是入了白色 这个包装长这样 然后它的粉饼在这里 它的粉饼在这里 看这个背后是镂空的 那这个就是把这样装上去 就变成了一个气垫 我买的色号叫Namsan 我SL的气垫用的是10号 所以这个它给我推荐的应该是相匹配对应 那今天的购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这支视频的话 请给我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了 拜拜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这是我昨天零点下单的一些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购物车 然后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了 谢谢你的观看